在首页上我想显示一组环灯片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环灯片的数据的形状 这个环灯片数据在slides里面 每一个环灯片项目都有一个ID属性 它的值就是这个环灯片对应的那个内容的ID 使用这个ID的值 我们可以去在用户点了这个环灯片以后 去显示具体的那个内容页面 环灯片还有一个header就是大标题 subheader是子标题 description是描述 image是环灯片上面的这个要显示的图像 再打开我们的首页 打开pages index下面的index.gs 在这个页面上我们可以去显示一组环灯片 现在这个页面的顶部 我们可以去得到这个小程序的实例 const app等于用一下get app这个方法 然后在pages方法的对象参数里面 我们可以先添加一个data属性 这个就是页面上的一些数据 我们先添加一个slides 它的值可以先设置成now 下面我们可以再去添加一个unload 页面加载以后会去调用这个方法 里面我们可以用一个this的setsdata 去设置一下页面上的数据 要设置的就是slides 对应的值就是app的globedata里面的slides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页面上去使用slides里面的数据了 啊